徐皙 天達的藝人 我們剛才說得好 我們看很簡單 像剛才說像潮脫的事情 潮脫本身好像有心不一樣 在外途出現了東西 外途出現了 反而沒感覺 我現在中立所的角度 我用歷史的角度來看有多困難 像看過圍圖像是一個圍圖 世界上是一個工業 但是呢 它裡面時尚時刻很重要 你怎麼收?你為何就是這樣? 你注意一下 我現在用國歷史的角度來看 埃及郎 這個我說台灣人可以嗎? 我交差 因為我這個 台灣國語依然 有時候轉來轉去轉不過來 埃及人的廢話你看 埃及人廢話有什麼特點? 埃及人廢話幾千人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變 他就是畫人是怎麼畫的 正面這樣畫 腳是側面 頭又是側面 這可能嗎?不可能 幾千年人就是這樣畫的 就沒有辦法說 偷偷這種思考 因為這樣想 我們講中國畫 中國畫是文人畫 它是一種用筆帽為止的 所以他 你要知道他畫晚上 他也沒有晚上可以畫 他最多是用一點點的灰色的墨這樣 染一染 就往上 我們看文字不是嘛 好我們講台灣 日本人還沒來以前 他也是學中國的一樣畫葫蘆啊 他完全不會啊 就是十三七郎來的時候 叫我們西洋的水彩畫 產生 喔台灣的美式就開始 那當時的中國就沒有啊 沒有那個福氣啊 所以台灣人被日本人管 也有被他也有福氣的地方啊 另外 我們講女孩子 我們講女孩子 女孩子這個 在十八世紀以前 每一個跟希臘時期的那個 那個威娜斯 這樣 有點這樣胖胖的 有點肥肥的 有一點點想 你這麼多人 現在說我要走肥 不對啊 那是你的頭腹有問題啊 十八個以前 米露你現在看 他們去 所有朋友都說 大家也要胖胖胖胖 什麼原因 希臘時期說 最漂亮的女孩子是誰 生一個人 生一個跟第四個兒子 這樣是女孩子最漂亮 所以十八個世紀 啊為什麼大家 現在爸爸的名條 因為 工業國民以後 物產 尤其黃織品 生產那麼多怎麼辦 銷不出去啊 那想說 怎麼銷 這太太的人 不會買衣服的啦 這阿嬤更不會買啦 那能買衣服的是什麼 都是年輕的小女孩子 十七八歲的 最要買衣服 怎麼要買都是千十幾件 他就啊 美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大家減肥減肥 我要賣衣服給你啊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講 我們這女孩子 我常常講 女孩子穿高 啊為什麼高 穿了 Branch 那腳又痛 他哪要穿的 想要穿的 他們要適應嘛 啊這關聯要怎麼來 就是這個觀念是 西元前六四季 就是六百年前的 時候 希臘人講說 因為當時你看希臘以前的那個競賽什麼運動什麼都是脫油這樣在比的 他們就把一個人他很喜歡做哲學很喜歡做統計 什麼樣的人最漂亮 好那一般看起來從肚膝到腳底下頭到這邊 到這邊是1的話 這邊到這邊是1.618 那叫做黃金比例 就是要這樣女孩子幾千年來就這樣子 這是一種觀念 所以我們現在看 你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也不容易的是 剛剛林醫師也講了這很多 就不需要再講 其實講當時就是成因十字經東征的開始到半戰庭東龍馬結市 那一段時間因為很戰亂 很多學者很多專家很多這種商人跑到意大利去 那這時候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當時呢 那個德國的紐紐寶有印刷市開始 然後第二個印刷中心就在佛洛倫斯 佛洛倫斯變成一個印刷中心 商業中心 銀行中心 那就很重要 再加上剛剛講的那個美蒂奇家子 這個就不需要介紹 他就是這間算是一個催生 也是他提供很多養分 所以後來的這些畫家 基本上都是跟他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來看 喬渡以前的廢話 以前階段時間的廢話 都是以拜占庭為中心 東門的馬帝國的那時候的基督為中心 基督教為中心 基督的神奇 基督的故事 還有基督家族的瑪利亞斯 這些故事 這些故事呢 因為他是神嘛 所以不能畫跟人一樣啊 你神要很精密會玩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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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就不說話 就 就沒有表情 就要很嚴肆 而且當時的話呢 人 身體特別長 表示很視鏡嘛 表示精尊鏡 你看得到太陽尊鏡嘛 然後再看到什麼 看到你這個東西 本身 要有很尊嚴 那黃金最尊嚴 就 背景幾乎千變一律都用黃金色的 那 人呢 這個 這個 眼睛就特別大 為什麼 人 眼睛特別大 但是 從埃及寫來 永宏 永宏 這個人永宏 這個眼睛特別大 他就死不掉了啦 所以這種 在這種背景之下 這些廢話 你看 我們每個人到歐洲看博物館 就是從這邊 我們在學習 你每次看都不一樣 每次因為你看畫 看這些東西 你要有經驗 就是一種學習經驗 什麼都是經驗 一聽音樂也要經驗啦 他聽音樂會感動 我不一定感動啊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每次也一樣 你要聽 常常看 常常看 看久了 還好我們是基督徒大部分 基督徒有這個福氣 因為他們這一段時間的故事 都是跟希臘神奈有關 還有只要是基督的一些事蹟 我們最少看了 比人家容易更快的了解 所以這次差不多都是謙卑欲立的 所以喬頭 他本來是一個農家的子弟 他在看映画 他老師有一個牆有名的 那位偉家 你怎麼看 你這個牆 你這個畫得羊 好得不得了 喊生動 羊看了都停在那裡 都不會走的啦 所以他覺得說 你不要看羊啦 你跟我去畫畫啦 你有前途啦 就這樣子 所以喬頭就 他爸爸同意 他就這樣子跟著走 因為喬頭剛剛林醫師也講 他本身的求知欲望很強 其實中間也跟這種淡定變成好朋友 這中間互相影響 那受到這種人文主義的影響 他就因為我們剛剛講 這一段時間的社會氛圍已經有比較很 從以前的那個拜戰林的那個國王 還有他們貴族的一個中心 變成一個比較商人或平民起來的一個中心 所以在思考上也就變成想要達到一個人性的 比較跟人有關係的 的繪畫 雖然我們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不是很多 但是他第一個把以前 我們看的都是平板的 他第一個把那個人畫的立體的 等於是一個立體的感覺 他死後的大概 當然最中間他也到過羅馬去看以前的古蹟啊 還有達到那個梅西田家子 他們裡頭也有收藏以前古希臘羅馬的一些古蹟 給他們一些思考的一個參考創意 到羅馬他看到了以前希臘時期的一些特殊畫 尤其特殊畫很重要 中國人到清朝都還不會畫特殊畫的 你看中國畫裡頭沒有特殊畫的 所以這一段時間他把那個東西重新拿來運用 他曉得最有名的兩個他的畫的地方 是一個順芳系 順芳系是在羅馬北邊的一個順芳系 在天子教裡頭變成一個最大的一個教派 他是以前是一個雅西西這個地方很有錢的一個富商的兒子 他不喜歡繼承他的家業 他想要做傳道 他一生奉獻 財產什麼都奉獻做傳道的工作 因為他死了 曹特的時間是他 他死後以後不久 所以他把這些畫 因為這個教堂 聖方基也上在這個教堂 把這個教堂 畫了奧斯巴夫的話 剛剛那位先生他去看奧斯巴夫他的照 我就會沒有我幾個代表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是第一個講 聖方基他上帝把他說 你是聖人 這個畫 第二個畫是他跟教宗傳教 第三個就是 聖方基本身把他的披風大衣送給窮人 還有他對鳥的傳教 人團不夠還團到夾下去 所以已經很狂熱 再來他已經夢見天堂了 再來是他升天的一個故事 另外另外有一個他很重要的作品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是那個 葡萄牙的阿里納的教堂 這是一個威納北邊 21公里的地方 我們每次到威納都沒有地方到那邊去 那個地方的一個教堂 這個教堂呢 他本身是一個當地的富商 他很有錢 但是呢 他們是做高利貸的 在耶穌講說 你有錢人 尤其這種不義之財的人 你喔 進天堂 比肉朵穿之難困難 所以以前階段時間 就很多人 我賺了什麼錢 不管我都有錢 我最好的方法 上天堂的話 當然蓋教堂 直接說 我耶穌上帝我幫你蓋教堂 所以我就能上天堂 所以後來馬丁就這種 這種 這些當時的秋月風氣 你看他這個畫 跟以前的那個 那個 我們講 那個 那個 東莫羅的時代的話 還有一個一樣的地方 就是 他看到聖典 頭上都一個牽牽了 那個習慣還改不掉了 還在那裡 這是 這是 瑪利亞的爸爸媽媽 瑪利亞的爸爸媽媽 他們年老了 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的話 他就 拿著羊 到 教會去 邀請 祭師 要敬拜神 請上帝給他 有後代 結果被趕出去 那個祭師就趕他出去 因為當時的人 認為 你這個 人一定有罪 要不然通常 你有罪才生不是小孩 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就趕出去 不能讓他進教堂 所以 那 天使呢 就告訴他說 欸 你喔 兩個人到 城門 熱鬧的城門底下 兩個人修金 那 你就會生小孩啦 所以他就去啦 這邊呢 這個是這個故事 OK 這個是 在牧羊的職地方呢 天使告訴瑪利亞的爸爸 你太太已經有小孩啦 這個是 天使告訴瑪利亞的媽媽 你會生一個聖母 這是 前家 逃亂到埃及 的一個故事 這個是 他 後來 瑪利亞被迎接到聖殿裡頭 來 來歡迎他 我們看這句話 都很透露的很厲害 這個是跟當時的 這個 施必畫 有關係 或材料的處理 有關係 這個 這個 施必畫很難畫 而且要速度很快 而且 你像那個 我們等一下 我就告訴你 有一些問題 這是 耶穌到 耶勒撒人的話 這是 耶穌受 定時日誡放下來的話 你看這些話 有一個 共同的 已經很簡訊化 包括背景 包括有一些 天使在天上 有天空 有視目 什麼都有 以前都沒有 就是很大的不同 現在另外一位就是 布里切利 這一位 他是 也是雄少喜歡畫畫 他跟達文西是同一個老師 那他這個 就是 因為 他到 1470年的時候 他自己去開自己的工作室 那因為他畫得很好 所以達文西家族 那個 美切運家族 就跟他定了很多畫 所以 定了很多畫 讓他當時就很有名氣 很偶要在當時的社會裡頭 你知道他畫不一樣在哪裡 他畫不一樣是說 他從古早的 古時候的希臘神話 拿到廢話題材來 在當時 還是很嚴格 教會控制著 你畫 耶穌基督 跟耶穌有關的以外 你都不能畫 你畫都是異端 因為你知道 我們在 第七世紀的時候 他們在真正 因為很多東西 尤其在雕像 你到歐洲去看 很多是仿製品 那時候都打掉了 完全打掉了 完全沒有了 後來出來的都是 在土裡 挖出來的 或是後來仿造的 所以這個時間 完全沒有 他就對當時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且他畫柔體畫 當時沒有人敢這樣做的 我們大家都看過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 維納斯的誕生 那維納斯誕生 他主編是一個 風神 把維納斯 他是背口這樣長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背口的祖孫 他就把這個東西 從風神把他用吹的 吹到岸上來 這邊就是花神在迎接他 但是你看 維納斯的臉 沒有笑容 有點悲傷 因為小孩子出來都會哭 他這個就表達說 對社會不是 有點前途忙忙 我為什麼跑出來不曉得 所以他就是 其實他們很多在表情上 畫畫的表情上 都考慮到說 這是心裡的思考 怎麼表達他心裡的思考 對前途忙忙 或是說 所以後來有人說 因為他梅奇林家族 他這個家族本身 就變成一個被打壓 所以他生活也就很痛苦 所以他也表達心中的痛苦 心中的一種最社會的不滿 這個是他用希臘神話的比喻 他這個比喻就是講一個誹謗 他是表達社會上 很多正義是沒辦法伸張的 社會上是稀微的 像一個故事 他在希臘的時候 他說 有一個年輕人 刺身落體的那個 被抓去到國王面前 就是說他 鬼棒啊 他欺騙啊 他嫉妒什麼 講了廢話一大堆 國王呢 在這邊的右邊的 國王呢 有長兩個禮子的偶兜 表示說他愚蠢 他完全無知 所以這種等於是哄刺的話 那兩個呢 有一個就是一個 兩個騙子就在國王旁邊講外話 所以他講的意思是說 社會上很多不空不義的事情 你要伸張正義 你也很難 社會現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種哄刺的話 這一章是他的作品 他是 維納斯和戰神 這個主題 只要宗教是講說 愛情的力量勝夠戰爭 你看 維納斯 已經 斷屍斷完了 衣服穿上來了 這個戰神還睡在旁邊 突乎大睡 後面幾個小鬼就在那邊戲弄 那 表示什麼 表示說 這個 愛情的力量 你這個戰神還是會倒下去的 是這樣子的 用這種表達方式 這是 這一張是他的成名奏名 他畫 耶穌出身的時候 在三個博士來朝拜的一個狀況 所以因為這樣 這一張畫是 使他 叫羅馬教廷 請他去做一些畫 因為他後來 後來他在佛羅倫斯 那個美其林家族 就被清算了 被清算以後呢 他變成說 你跟他很親密的 所以 你這個也是 壞人 所以 你把他打壓 把他清算 所以他後來 就 也是很悲哀 再來講 達文西 達文西本身 大家都知道 他是此後 才知道 他畫了幾千張的那個 奇奇怪怪的 他很思考 很豐富 他也是科學家 兵器家 什麼 發明直升機 什麼 他當時都畫了很多草圖 後來死掉 才說 不得了 剛剛李醫師講解剖圖 我沒有時間 他的解剖圖 不得了 他為著 我們講 後來為著畫 最後晚餐 他去 偷拿 那個 屍體 三十幾個屍體 他真的是很認真的一個 他本身 他爸爸是 是一個 等於當時的一個律師 公正人 那 他三代都是律師 但是 他是 他爸爸跟他的龍 等於仆人 一個 一個婦人生的小孩 但是 當時的價值 不能說 他是貴子 不能跟這種庭民 奠農 或者奴隸 去結婚 所以 他 爸爸後來結婚了以後 他媽媽也死掉了 他那個繼母也沒有生小孩 就把他帶回去 這樣子 那這中間呢 有一個好玩的故事就是說 達文西的爸爸 有一個人 拿一個盾牌 打戰的盾牌 請他畫畫 盾牌畫畫就是要畫得很恐怖 這樣子 他就交給達文西畫 達文西就 為著畫盾牌 他想到希臘神話裡頭的妖女 苦吞 火 頭髮都是 都是手啊 什麼很奇怪的 這種 很恐怖的人物 然後為著這樣子 他的研究心很強 他把 把 把那個 他家裡養一些蜈蚣 青蛙 手啊 蟋蟀 什麼一堆的東西 他在體驗說 這個恐怖 讓你恐怖的地方在哪裡 他不喜歡圖師 但他喜歡研究 他什麼東西都畫 時間的話 你看他的資料 那簡直是琳瑯滿目 他也是工程師 也是建築師 也是 兵學方面的 也是科學方面的 他真的是很多 他廢話是 他應該講是 表現得最直接 因為他留下來 很多都是一些幻想 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這張 這張呢 這張 到現在為止 有幾個版本 都說 他一個是 某商人的太太 第二頓太太 一個是 某銀行家的第三頓太太 講了很多 但是很確定的是 他這個 馬尼莉莎是 二十三四歲的時候 他第一胎流產 第二胎 他要畫這個畫的時候 很映悶 很悶悶不樂 達仁希為著要讓他很高興 畫起來才有笑容 才有很美的感覺 因為達仁希你看他畫的不多 作品不多 但是他每一張用很多心寫去畫 所以他要求得很完美 所以他把 請了樂師 請了歌唱的人 做了什麼動作 讓他很高興 讓他開心 他怎麼樣都不開心 因為當時的社會也是很保守 要隨便 尤其你 要笑起來 人家送你這個三八 所以也不行了 所以他就很 他的 而且都是很高在上的 所以也很難笑 笑得出來 所以後來達仁希是跟他講說 講一些他的研究 拿一些圖給他看 他看到說 他畫一些什麼 什麼機關槍 還有潛水艇 還有一搭機器 他就感覺很好玩 他就很開心的笑出來 他就那一剎那 他就把它記下來 因為我們看這一張 隔壁這一張 這一張其實是 現在因為X光很發達 照下去發現後面有一張 後面這一張 沿途跟這一張 其實講 應該是兩個人 他把他們理想畫 因為他這一張畫 畫四年 他這張很小 很小的話不大 畫四年 畫四年以後呢 他認為不錯 這一張很好 他就不交給人家 他就留下來 他自己留下來 到他死掉以後 交給他 因為他也沒有結婚 聽說他後來愛上女孩子 也沒有結婚 但是這只是聽說 但是基本上來講 他把這個畫 留到後來留給他徒弟 當時他曾經被抓去關 專利理由是什麼 說他同訓練 他跟幾個男的在一起搞 當時同訓練被判死刑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他就 那個徒弟其實講 他畫很多圖 很多畫 就是那個徒弟的畫 真的他畫很多人 就是那個徒弟的人 他就一直跟他 跟到法國去 所以他死掉以後 那個畫是徒弟留下來 徒弟後來賣給國王 所以變成載入宮 所以這個畫一直載入宮 留在這裡 那這個畫的特點在哪裡 我們應該看 這個畫特點在哪裡 他的前面的畫 他畫是用我們叫做陰然畫 就是一種沒有線條 一直這樣子慢慢見識見識 他這樣子故意畫的模糊 故意畫模糊 他的目的在哪裡 他目的要使看的人 自己有思考的空間 所以很多人說 這畫很了不起啊 我看走到這邊 眼睛看我走到那邊眼睛看 其實講所有的話都一樣 都會這樣 就是一個不是那個特別 那個特別是因為他的內涵 他最重要怎麼研究 因為他為什麼要做嘴巴血 他去研究你笑的時候 肌肉要怎麼樣子 那手勢跟肌肉的關係呢 因為其他一如蓋子 沿著姿勢手勢肌肉要怎麼樣的 讓你感覺很輕鬆很舒服 你看了有這種感染力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他的話 我們很多很重要的是 哲水的思考 還有一些很深度的人性的思考 另外一個 後面我們看到他那個風景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他風景 風景兩邊的地平線不一樣 他就是故意要讓這個人的身體感覺比較挺 他後面的山水畫 其實講在我們看歐洲的繪畫歷史裡頭 以前大概沒有這樣畫 因為當時在明朝時代 應該有很多瓷器啊 很多山水畫傳到歐洲 那這種他看到這種可能是學習中國畫 應該看起來很合理 那為什麼這張畫會那麼有名 因為其實以前也不是那麼有名的 只是宮廷裡頭一張畫而已 是1911年 他被一個鑽安全 以前羅惟公鑽安全玻璃的一個人 他鑽大衣 他那個畫不大 就是這麼大而已 他就夾在他的風衣裡頭 就要帶出去了 就找不到啊 結果牆壁就空在哪裡啊 就空兩年啊 因為你人不在就沒有事 人一在都一直想這個事情 所以就這樣不在啊 歷史故事就一堆了 然後再來呢 有一個我旁邊這個 這個是一個美籍的法國畫家 他叫做獨相 獨相是1919年的時候 把他畫 當時不久 他把他畫兩個鬍子 獨相這個人 是一個真的了不起的天才 我們現在的現代主義 現代會話 都是他的學生 他的思考 他有一次是做什麼 他把一個男孩子的小便的便筒 他本身很有名 他把小便筒拿出來去 他自己參加展覽了 參加他自己品質的展覽 當然被弱選 這個什麼東西就丟掉了 後來才知道 這個思考不容易 他那個思考是什麼 他完全解放了 說廢話不是象牙堂 廢話是一個 我們看到了 我們現在在集會 大家 這就是意識 這已經是 那時候是戰後的 一種達達旨意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畫派 的一個思考 以後有機會 我再跟你們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沒有時間 達文西這個畫 達文西這個晚餐 他把我們以前的畫 葉師後面都有一個前景 表示聖典 他就沒有 他就把 用三個湯匙 他就完全是一個透視結構 這個透視結構 就是希臘的時候都已經發展出來 後來停掉了 他就把他用 完全透視結構 你在這個 坐在餐廳裡 我們坐在餐廳吃飯的人 就感覺好像 耶穌對我們講話 這個畫 大家我想都看過了 這個畫是 他把當時 耶穌的 告示 門徒說 有人要出賣他 他把十二個門徒分成四子 每一子都互相 一個習慣性 人跟人之間 都有好朋友 比較談得來 一起 那種人性 他把三個三個 在討論 這些的細節 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講太多 那 這張畫 為什麼 離離六人 脫海很厲害 第二次事件案的時候 那個 那個平安 變成要抓 第一 第一 那時候很糟糕 他這張畫本身 畫的時候 打火器很喜歡創新 弄新東西 他以前都是私必畫 他也算是私必畫 但是他私必會加油彩 又加上兩千 人下去了 所以營料本身 就有點不大哥 他其實講他畫了以後呢 已經開始很多地方在透露了 所以這個畫是保養最辛苦最辛苦的 他花了幾十億在保養這張畫 這張畫的那個保養會很高很高 我們看到這個 這張畫裡頭有個故事 他本來這個 修道院 在修道院的那個餐廳 修道院院長說 怎麼畫那麼久 看他一天到晚放來放去也沒有再畫 很生氣啊 就跟柏傑講 所以他就耽誤了時間 以前其實也都有打企業的 但是呢 當然其實說 我兩個人的畫不容易畫 一個是耶穌的形象 一個是優太的醜落的臉 不好畫啊 那你如果那麼急的話 那我就把院長的臉來當優大這樣子 所以就這樣子 院長也就不敢講話 也就不敢催他 他講說 廢話是一個思考 不是隨便圖的啦 你不要這樣想 也會那麼容易 當然其實 大家都看過這個圖 這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他是幫一個思考家 畫一個插畫 他就是用我們講的環境比例 他講的是說 標準很美的一個男人的體型 跟天地是一去或整的 方圓之間 他這個算計的比例 他很多細節 所以這個細節呢 就是一個黃金比例呢 包括以前的希臘神殿 還有包括這個 米甲蘭吉的這種畫 做這種 搭比這種 都是這種比例 他就是最美的自然比例 他就是最美的自然比例 他是一個貴重的兒子 但是他媽媽 他把他送到一個雕刻家的家裡 所以從小他就這樣喜歡雕刻 這張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等於沒有人不知道的 他的聖母抱著耶穌 這個雕刻是他奧子三世的時候 很了不起 奧子三世的時候 雕刻這個東西 是一個法國 是教廷的大使 請他雕的一個雕刻 雕完又很轟動啊 但是呢 大家都說 那是張三雕的 不是李氏雕的 這不是他雕的 他就想 他就很不高興 就把那個聖母的兄弟裡頭 刻了個米甲蘭吉羅 這是米甲蘭吉羅唯一有簽名的一個作品 我們講這個大衛 大衛大家都知道 大衛以前這 大衛的雕刻呢 因為大衛當時聖經描述是一個小孩子 很年輕的小孩 他以前這雕刻的時候 都把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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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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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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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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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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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感動的那一剎那 他說那一剎那就是說 我看到敵人 我想石頭要丟出去 就那一剎那那種感覺 他雕刻就是那一剎那的感覺 那一剎那的精神就是什麼 一個力量一個很想像的空間 所以他讓你很多想像的空間 其實講這個石頭本身是一個不要人家不要的 已經丟了幾十年的那個雕刻家丟壞掉的一個石頭 他就拿來去雕刻這個偉大的作品 他這個其實講我們大家都看過這個 看過這個我們看的那個丟在外面 那個不是原作那是紡製品 他的真正的作品是擺在那個佛仁師美式協議裡頭 所以很多昨天我看到那個電視講說 去佛仁師看到這個好偉大的這個真奏 我說他們真的是在電視上講是奇怪的東西 所以到現在人家認為說 這個雕像是變成一個最美最有精神感染力的一個雕像 其實當時這個雕像真的當時是放在那裡沒有錯 但是當時要放的時候 包括達文西都講過他 達文西比他多了二十幾歲 他們有些委員會 很多人就沒有穿衣服 哎呦姬姬都看到了 這個很難看不行 所以要把他穿褲子 很多這種好玩的一些畫 米開人之一樓 這個大家也看過了 米開人畫這一張畫的時候 其實講他是不應接的 因為他說我是雕像師傅家 怎麼教皇叫他畫 他很生氣 他認為可能是這個教皇的設計師 還有拉斐爾 比他後輩拉斐爾 要整他看他好戲 說你這個畫畫你不會 讓你去畫 尤其那個天花板 他們高那麼大的天花板 以前的作品其實講都是 很多都是重點是老師畫 其他的都是塗地畫的 工程不得了的工程 他就一口氣 一口氣 他就很驕傲 老實講 因為他是貴族的後代 然後又是一個 因為他有一次教皇請他到羅馬去 跟他做了教廷裡頭 做一個雕像在覆墓裡頭 做一個覆墓 他為這個事情跑到那個 去挑石頭 花了半年時間去找石頭 結果 他說 教皇改變心意 說這個教皇被火燒掉了 沒有啦 我就 屍體要葬在那裡 他想到自己激動 講到一些很多奇怪的話 所以當時就很生氣 就回到羅文哲斯 結果教皇派人來邀請他回去 他說請教皇自己來找我 我不回去 所以他也有過信的 所以這個話 他因為這樣 他說好 我自己畫給你看 我就不請工人 他自己畫 你那個東西畫的是 在天外板 你要每天吊這樣子畫 而且那個是必要一次畫的時候 不能畫很大 大概 大概這個 似乎一個方塊 因為乾掉以後你就不能畫 乾掉的是12小時到20小時以內都要乾掉的 所以你要一塊一塊 小小的一塊一塊這樣去分工去畫 所以他自己這樣弄四年 弄了他後來走路到路上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 他真的是一個 很難的 他那個故事就是聖經裡頭的一些創世紀 什麼一些故事的聖經故事 就是九個故事裡頭 趕快在一起的 分重要不重要這樣分配這樣 這個是等於是那個最中間的那一塊 大家都看到 他這個是亞當 上帝在那邊 就用手 上帝在上面 要用手 他亞當這樣 用手指 讓他變成有靈氣 也變成人 所以上帝人創造就是這樣子 這是他另外一張 最後審判的一張畫 他這張最後審判的一張畫 很了不起 也是同那個教堂 他畫了那麼多禮物 他把這個 他這個過渡是從 這樣平面看的 他要讓你 達到你看天上的效果 那真的不容易 讓你 看天上的效果 你這樣看 好像你看到天上的效果 那上面那個是 這樣輪迴 這個 商天堂 下第一 這樣一直輪迴這樣 他是 把上面那個 中心那個畫大一點 那底下圓的地方 地平真是蠻遠的啦 他這種震撼力感染力 有精力其盡的感覺 帶來講拉會 拉會 拉會本身的爸爸 是一個宮廷畫家 他也跟他爸爸學習一段時間 然後 然後 他本身呢 爸爸也很早就死掉了 阿塞 他本身 其實講他很多地方 當時是 到佛潤石 也跟 學習很多 這個 達文西的 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 殷然法 他也 盡量做 做一些 比較不是那麼 那麼親子的 勾線條的一個方式 他的話 很大的特點就是說 他忙年輕就死掉了 他的話是 就是用我們 小孩子跟媽媽 這種 親 這種很可愛 這種感覺 他畫的最主要是 而且他畫裡的 整個色調 比較 HIGH TIME 其實比較 比較 BRIGHT 比較光亮 他的色調是比較光 光亮的話 看起來會 讓人會比較輕鬆 愉快 舒服 所以他的色調是基本上 不太一樣 而且 這個是他的一張很有名的成名作 他就是說 把以前的希臘一些哲學家 還有一些 希臘附近的一些哲學家 還有包括他自己 就把他畫到跨裡頭去 就把哲學 變成個大會堂 大集中在討論 一些思學 哲學 天文的問題 這張畫 在宜胜 你覺得 最 Snaarl 拉揮爾 在最右邊 最隔離 這一隔離 最右邊 就是很實在的含有一種母女的那種感情 描繪出來 基本上應該講起來是 以前如果畫聖母你都要注意看 基本上都是用藍色的畫 因為他們認為藍色代表天 藍色代表帶小海 是一個最博愛最包容的 基本上畫聖母不成文的規定也是規定 基本上都是藍色的 但這個為什麼變成不是藍色的 你看看這張左邊這個 因為當時他們畫的時候委託畫的時候 都會要求你用什麼材料 當時一般好一點的材料都是 叫做秦勳 秦勳是一種繪畫材料 這個是一個 一個聖母正直的像 這是一個教宗的 一個 秘師 他家裡有被雷打 沒有燒掉了 他就很感謝 請拉維爾畫一張感謝的畫 要送給上帝 這個旁邊 這個是他的秘師 那個 康體 這個 還有 這個 這個人 還有這些員警 這個都是一個 因為當時的 你看他 他 基本是一個 左邊那個是送方記 他把送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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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他 彩虹 他後面那是他家 這樣子的 把整個 聯合在一起的一個 一個畫 這 我們來講 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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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剛剛 你也是講過 這是威尼斯法派 提香 其實講他 他是 意大利的 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叫什麼 這個 佩利尼 這個人的 學生 他 這裡頭的學生裡頭 有一個 他的師兄 叫著 吉奧 巧 你這個人 跟他很好 所以他兩個人的話 常常一起畫 一起 一起畫 一起做 所以一起做 一起畫 他們兩個畫到 一般人看不出 他們兩個畫 有什麼不一樣 兩個一模一樣 但是他師兄 死得比較早 運氣就不好 所以因為這樣他就變成 變成在當時威尼斯的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 什麼 當時的 政府機關的一個 一個畫書 變成這個畫家以後 大家等於知道 他是最 最高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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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畫派就很流行 他這張畫 這個畫是 後來 旁邊這個是 十九世紀的一個 印象派畫家 訪他的畫 這張畫 剛才這個美女 這個威尼斯 你看他後面 這一塊 或者讓你有吸引力 把後面一塊完全塗黑的一個 一個 一個背景 然後呢 讓你 資訊力集中到那個地方去 在旁邊 遠方就是一個 讓你 生日特悔的一種感覺 所以這個畫在 體裁過頭就是很突出的 我們看到 這個是他的 書雄的話 其實 這次只有手臂 彎的不一樣 其他都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看不出來了 他最重要的就是發 美女那種 柔 美女那種 迷人 那種感覺 你看他的話就會想到 一些 翔日輝輝的那種感覺 這是一個 感動的 這個聽說是 他一個女朋友 阿達把他發成一個 變成一個 怎麼講 一個不是凡間的一個仙女之類的 這種 這種人物 這個是 瘟尼斯跟天上的女神在 在 相持 對話 就把 把先進跟人間 弄在一起 其實講古著的希臘 基本上這個精神是神跟人其實 都是 同樣的性格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他就是在描寫說 天上人間的一個結合 這樣子 你看他的話 你剛剛看到現在 他的話是 都是 還燙的 就是蠻光亮的 這個是 九神 九神看到 這個來到一個 地中海一個小島 看到 人家在喝酒作肉 他也來插一腳 就是 神仙跟人 把他觸合在一起 這不容易 當時是 也是很新的構想 那我就這樣 福州報道 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